在非典之后 曾经跟我们同事去香港 做实地的调研 因为我们宣传覆盖的地方 就是香港这边 所以我们都有必要去 香港了解当地的情况 那么时间点就是 非典之后 那你可以看到 非典带来的冲击是什么 香港楼市大地 同时股市也大地 各行各业都受到了极大的冲击 当时出现了大量的人 是负资产的 随便在街上 就能遇到负资产的人 我们当时在香港买那种对讲机 因为当时 一是手机还没那么普及 二是出机的 费用很高 三是刚好当时流行 对讲呼叫 所以我们去到香港以后 都买了 买了这个对讲呼叫机 就为了在香港的时候 很方便联络 也带着一点游戏一下 那么在街上 我们喊来喊去 就喊到一个人 那个人跟他儿子 也在玩这个呼叫联络 大家呼到一个平台上面 就聊起来 聊起来 那个人其实原来就是金龙经理 但是股市大跌 他买的房子也就负资产了 它是属于当时的申请个人破产的 本来是日子过得很舒服的 高大上的 但是就在疫情的冲击之下 再加上股市大跌的冲击之下 就负资产了 这么一个条件很好的人就负资产了 日子就不知道怎么过了 这是一个 第二个呢 我们当时在香港的时候呢 特区政府给我们请的导游 是一个旅行社的头发 我跟他一聊 他跟我讲说 他有一套房子 还有呢 这个公司 我就夸他 因为他说你很不错 在香港这地方有房 又有自己的公司 很不错 他就很大的怨气 他说本来我有两个公司 本来呢 我要两套房子 现在呢 找了一个公司 也认赔卖掉了一个房子 这就是金融动涨和房地产大跌呢 带来的冲击 其实你看到今天来讲 当时就是挖了一个大壳 黄金壳 那真是抄底呢 如果有钱 抄底是好时候 如果扛过来呢 后面呢 也是好日子 但是呢 当时谁会知道 你得过了这个卡 你才有机会呢 吹牛 对吧 这就是现实很残酷 未来呢 充满变速 所以呢 从国内的情况来讲呢 我很早以前讲过 当房价高起来以后 你一方面呢 会享受高房价呢 带来的好处 比如说居民财富一通计 百分之七八十都来自房地产 来自房地产的增资 大家都觉得有钱了 对吧 第二个呢 房价涨起来以后呢 地价自然就值钱 那我们国内呢 地呢都在政府手里头 那政府呢 在卖地的时候呢 这个财政收入呢 就 这个叫结结巴高 也可以呢 通过这个卖地的收入 去干很多事情 包括呢 去军贫富 包括呢 去扶贫 也包括呢 拿去做基础四次建设 拿去呢 扶持高科技企业 拿去呢 给新能源汽车呢 补贴 都可以做 对吧 但是呢 它很大的问题呢 就是被房价呢 锁定了 那一旦房价出现动荡的话 整个社会是会被联动着 受到冲击的 那比股市的冲击要影响大得多 因为 房价高了以后呢 每年都有人买房 对吧 去年是18.19万亿的人买了房 成交量 在那吧 那房价子如果真的出现大的动荡 出现大幅下跌 我们不说政府卖地卖不掉 或者卖不出好价钱 就是这些在近几年买房的人 他们所受到的影响就不得了 就不得了 而且会传到给金融机构 所以呢 为什么政府在目前这个情况之下 会反复反复强调呢 要三稳 要稳预期 要稳房价 要稳地价 就是因为承担不起 这个房价呢 出现大幅动荡 所带来的冲击 所引发的社会矛盾 这个呢 是稳 房地仨很重要的原因 原因